那我们就稍微来讲解一下 如何让这个决策数 能够自己去确定这个问题的一个序列 对不对 如果让机器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机器也不是这个女生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 对于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给大家推 机器如何知道 那么首先机器 我们的机器学习的机器 是一个统计机器 它一定会从这个数据的统计里去寻找 它要的东西 那么它要寻找什么样的信息呢 首先我们假设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数据表 这个就是男生帅不帅的一个数据表 然后不是男生的一个数据表 男生123一直排下去 然后的女生看这个他的这个情况表 来决定要不要 要不要 那么最后他的决策呢 是在这边这个列里面 他是这个女生的决策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统计 怎么来机器来来开始学这个事啊 机器现在 嗯 他什么都不知道 一开始 那么那么我们说 我们用的一个东西叫商 啊 这个是我们统计里非常常用的一个东西 我们知道 大家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的商的数据 商的数据定义呢 是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是概率 这里的XI呢 是我的这个可能性的一个种类 XI是可能性 PXI呢 是概率 呃 Log PXI呢 也是概率 对概率取一个对数 把它撑在一起 然后呢 对所有的可能性进行一个求和 再加一个负号 呃 大家呃 如果是学物理的 对这个东西会很熟 但如果你不是学物理的 你对商 你一定感觉呢 每次看有点头疼啊 但是我们呢 先不管你怎么想 我先给你算这个东西 然后你来看 你想怎么 你想你来看 你应该怎么理解他啊 那么我们说呢 呃 我们说这件事首先 我们就按来定义来啊 首先定义来 对于嫁与不嫁 这个是假设我的概率开始是0.5 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啊 我们就这个事件的可能就嫁与不嫁 那么各自0.5的概率 那么是个商等于多少呢 这是这个东西的一个值 那么它加起来等于的一个值呢 我们如果大家有计算器呢 可以拿出计算器 现在算一下这个数的多少啊 那你就记得 那我呢 我贴 我我呢 也要我要拿拿这个算计算一下啊 因为这并不是说 不算就可以知道了 0.5乘以 loginlog2 因为他这个log0.5 他实际上就等于负的log2 那这个是大概等于的值 应该是 0.68 老师估略给大家算 就是这个 那么说他的含义是什么呢 他的含义是说 呃 大家可以可以去调一下 如果说我把 嗯 如果想理解他的含义 你需要去改变一下这个概率 你会发现实际上概率等于0.5的时候 这个伤是最大的 这样一个定义的方法呢 然后会让我们得到的实际上 我们在0.5的是概率等于0.5的时候 我的伤最大 那么伤的含义呢 就是测量这个不确定性的一个程度的 不确定性的程度 当我比如说当另外一种情况啊 当另外一种情况 我假设我的概率呢 一个是1 一个是0 价是1 不价是0 那这个时候我的伤是多少 大家看 首先呢 对价这种可能性呢 我们是 浪影1等于0 而对于 对于这个不价的可能性 前面这个概率等于0 对不对 那么这都不用看了 这个 它等于0 也就是说呢 实际上如果说 我这个事情 当然如果是我价是0 不价是1 也一样的结果 我这个事情呢 是这个概率是这样随变化的 那我们会得到一个这样一个曲线 由于我的这个价 如果是P 不价是Q 那么我们会得到呢 这个是P一个是Q啊 我们会得到的P加Q是相等于1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P 随着P 变化的一个伤的曲线 它得到的是这个 那么在0.5的时候 这个伤呢 是最大的 就是说这样定义的一个伤呢 通过计算 我们知道 它它测量的是 其实是一个随机性 一个不确定性的量度 为什么呢 因为0.5 概率等于0.5的时候 我是最不确定的 如果概率等于1的时候 我是比较确定 对吧 这个结果 我肯定价 我肯定不价 我是一个确定性的事件 而在概率等于0.5的时候 我面临的是生存而死亡 价而不价 我不知道 那么这个时候的伤就是最大的 它测量不确定性的大小 当然如果你去看一些书呢 也有人管说这个伤测量 那是混乱度 也就是说当我比如说 我越不知道这个信息 我其实我实际上混乱度越高 看起来是这样 但是如果大家理解到这层 可能还差那么一点点 因为混乱度 如果说这种定义方法 实际上它还考虑到另外的一个层面 一个层面 就是说实际上我的伤 还跟我的这种可能性的多少有关 我的可能性的越多 我的伤 同时也会变得越大 那比如说我现在有有刚才是两种可能 对不对 那假设呢 我有十种可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每个可能性的 我都有十分之一 对吧 我假设这是一种 还是均匀分布 所有的伤 比如伤在 比如说我可能性的多少确定的时候 那么一定是均匀分布 我的伤最大 那这个时候我的伤得多少呢 大家大家看啊 它等于十倍的烙印 十 那么我们来来算一下啊 啊 这个东西也比这个东西啊 也不难算啊 也不难算 那么等于他们十分之一啊 错了十倍乘以十 一倍的烙印 等于2.3 那么大家看呢 实际上它就比刚才那个算的那个0.68要大 也就是说我的可能性越多 我的这个伤就越高 那么我们还可以画条曲线 就是当我的这个假设我每一种可能的概率是均等的 那么我的这个x招呼呢是可能性的数量 那么这边呢是商 那么我们也可以画出一条曲线来 那么从2那么到10那么逐步的商呢 当然我具体形状呢 铁哥这个这个也不是特别确定啊 这个具体形状怎么画 但是大致可以知道啊 其实其实也可也比较简单 就它本身应该跟烙印的形状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东西等于烙印 1比P啊 那么大致上呢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烙印1比P 那么就是等于多少呢 烙印N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大致上来看呢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可能性的数量越多 我的这个商也越高 那么总体来讲呢 就是商与这个我们说这个不确定的一个大小 就是说随机性的大小 我们叫这更好一些 我就叫随机性的大小 也就是说他越他越他的每种可能越均匀越好 还有跟我的这个可能性的多少是有关的 其实这两者搁在一起呢 呃我们那些人所说的越混乱 混乱度的量度呢 是一个不精确的表述 应该说是信息的缺失才是更精确的 信息的缺失 那何为信息的缺失 也就是说我需要填入多少信息才能完全确定这个问题 那需要填入多少信息呢 那那么那么大家会看 其实需要如果完全的确定一种可能的话 就是我如果说可能性越多 我的随机性越高 那么最终我来得到一个确定答案 所需要的一个呃补充的信息就越多 所以这个时候信息的缺失就越高 那么商实际就衡量了信息的缺失 信息的缺失 OK